什么是征服弟子? 以六合径修行的是征服弟子 今天几个人懂得六合径 几个人知道六合径真正的意思 我们想起来感到非常遗憾 虽然天天在劝大家 天天把这些事情说明 真正能体会 真正能懂得的少之又少 不能说没有 很少 所以我才提出来 在家里面 但是香港这个地区 我很熟悉 每个人居住的环境 非常下小 一般普通的家庭 全部的面积 大概是相当台湾所讲的 受五瓶到二十瓶 这个是占大多数啊 我去过不少同修的家庭啊 就那么大的场所啊 身个人在一起就转不开了 但是无论怎么样的困难 福不能不念 环境太小了 不能绕福 坐在那里面 坐在那里面 站在那里面 所以有些同修 环境比较好一点 家里面客厅大一点 也在邀请一些志同道合的 天天在一起念佛 不要以为我们自己念这句佛号 恐怕效果不大 不能产生作用 你这个想法就错误 念佛功效的大小 不在人数多少 在念佛人的真诚心 在念佛人的心量 如果这个念佛的人 没有私心 没有妄想 没有分别 没有职责 他心包太实 两周杀戒 他每一身佛号 都能振动 虚空发戒 那一个人念 比亿万个人念佛长 还要殊胜 所以 功德大小 是在心量的大小 这果然是真正的 用真诚心 清净心 平等心 觉悟的心 慈悲的心 去念 这个地方人就有福报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有个真正菩萨 在念佛 为众生 消灾 灭难 为众生 消除 罪障 佛弟子 要修极功德 修极富德 到哪里修呢 坐在家念佛 就修圆满了 以真诚 清净 平等 慈悲心 念佛 就是大布施 这一句佛号里面 诸位要知道 三种布施都圆满 我们用我们的体力 用我们的精神 用我们的阴身 这是顺于财布施 这个财叫内财 财布施有了 内财布施 胜过外财布施 外财你是经营财物去布施 那是外财 身外财物 这是用我们身体 超过外财布施 我们趁念这句佛号 心里面享福 口里面念福 身体礼佛 这是智慧 这是法布施 我们的心愿 念念回向 法界众生 祈求三宝加持 为他们消灾灭难 无微不实 这三种布施 都是最殊胜 最上层的 一般人做不到 一般人不会做 你在家里面 三种布施就圆满了 来世今生 你所得到的古报 不可思议 无比的殊胜 我们为什么不做 如果能有缘分 建一个道场 无论大小 集合一些志同道合的人 再快念佛 要把念佛的道理 讲清楚 讲明白 无论道场大小 功德都是圆满的 感谢观看